就是 他會送女氣本醫女 體貼家人 緊緊抓著爸爸的衣服 再痛懷著都忍了下來 這一切 都是為了能再度拿筆寫字 繼續考試升學 一筆一畫 共整寫出自己的名字 对平常人来说很简单 但怀之却得花上 很长的练习时间 写字就写得我手很痛 怀之在九岁那年发病 一度四肢瘫痪 父母全心全力照顾他 爸爸更是一肩扛起怀之 当女儿的双脚 带着他四处玩 我还是会伤心 说不伤心是骗人的 我就是必须要支撑 这整个家的一个制作 但他无法上学 只能请老师来家里上课 自己念书 有点不服输啦 因为他没有 愿原来没有别人压差 不愿屈服上天开的玩笑 郑怀之比之前更用功 更拼命复健 帮他复健的气功老师说 他很勇敢 五年来他都是没有间断 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 不像命运低头 想看见自己的努力成果 郑怀之参加会考 一口气拿下4AEB 作文满几分 虽然成绩能上笔衣女 但考量到上下学 仍需要爸爸穿服 为了体贴家人 选了离家境的型点高中 会不会因为觉得说 自己行动不方便 没办法去念北野女 觉得有点不一样 有期待但也会 就蛮紧张 就太久了 没去学校 已经忘了那种感觉 如果有那种 看电影的色 还想 我想要自己去 看电影 土八中心新北报导